我给出了这个一直在使用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当中 为了进行项目 黄金被重新存起来后又被重新放回去 这个例子中每当银行借出一笔贷款 就要相应的创造一项资产 然后就拥有一笔相应的负债 负债以支票账户 或者企业家能够用银行券的形式出现 其至90现金 企业家用来支付工人工资 或者用来采购买地等等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 与银行能借出去多少钱 什么时候会停止呢 一个银行能否持续扩展 资产负债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将会引入准备金率的问题 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让我们把东西标记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假设太多了 记住这些是资产 资产就是这些东西 在这里画一条粗线 这些就是银行的资产 包括这栋建筑本身 它躺在这儿 然后是负债 用红色表示 我不喜欢这个红色 但这是负债 至于权益 及所有者的权益 不管是股东持股 还是个人独有 可能由于我剩下的那一部分 我会用中性的颜色表示 这就是权益 问题是银行可以继续增加多少贷款 以增加他的资产和负债 每当增加一笔贷款 正如右边的 他发行了一笔等价于100黄金的贷款给D 银行不能用D100黄金 假如在这里 只要给D创造一个支票账户即可 D把钱给了A 那就是标注A的原因 让我标出另一个东西 因为黄金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清楚黄金 这是部分资产 就是黄金 让我再弄清楚一些 这里都是黄金 那就是总共的500黄金 现在引入准备金率的概念 先思考一下储备是什么东西 储备就是被保存起来的东西 因为某天你可以需要它 在这里是所有的负债吗 不过他们是不是这些 未偿还的银行券 或者是这些支票账户 这些活期存款 这些都是债务 某一天人们就可能进来银行 跟你说由于某某原因 需要提出黄金 可能是因为要离开 可能因为不再相信这银行 不管什么原因 可能只想买珠宝 无论如何 人们就是想取回黄金 即提出活期存款 这些支票账户 这些票据可以 在任意时间换成黄金 此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开始整个银行课程的时候 你需要保存一些黄金 以防某人要取回黄金 你所保存的这些黄金 就是储备金了 加黄金数目 与活期存款数相比 这就是准备金率了 在我们创建的这个环节中 所储存价值就是黄金 稍后我们会将走出黄金系统 告诉大家储备价值 是如何转化为现金的 但是现在 现在用黄金来说明问题比较好 我们继续讨论黄金 银行的准备金率就是黄金资产的数量 在别的地方 你会不会看到这么正式的定义 因为许多人已经脱离了金的本位 那就是黄金资产的数量除以 我不太同意的词总负债 因为银行能够拿出非活期贷款之外的贷款 现在所负债的都是活期贷款 那就是说债权人随时可以回来 把黄金重新换回来 但银行可以事先拿出定期贷款 定期贷款不一定是及期的 定期贷款一般是在十年以后才到的 那这样的银行没有理由 保存黄金支付那笔贷款 我们不应该以总负债作为定义 应该以总及期负债作为总的定义 总及期负债是多少 那就是总银行券 银行券就是稍后会离开银行券都发行自己票据的世界 现在还是要在历史环境下说明问题 说明银行券的起源 总银行券和活期账户 活期或者支票账户 在我们这个银行中是什么 总黄金资产是500 活期账户是什么 100加100加100 那就是100 200 300 400 500 这里还有一百总共700 所以总及期负债就是700 而银行的黄金资产有500单位 现在计算银行的准备金率 那相当于5比7 我不知道5比7是多少 先算一下大约是62% 50除以7 应该是71% 因为7749 那就是银行的准备金率 阻止银行持续增产资产的话 可负债扩大 就是准备金率要求 现在美国的状况是怎样的 尽管我们已经摆脱了金融现象 那你能在这里想象银行监管者会谈及 集体账户中的准备金率 即需要为支付支票账户而保留的金 我们称之为准备金制度 让我换一种颜色 他们会说准备金率等于 假设他们需要安全一点 希望准备金率为20% 现在在美国是10% 尽管储备的不再是黄金 假设法定准备金率是20% 那就意味着在任何时刻 不会有超过20%的人们 要求取出他们的资金 银行因而具有流动性 进而能够兑现所做出的承诺 因为所有这些人们会想到的 到银行取回自己的资金 为了让银行系统正常运作 足够的信心是不可缺少的 让人们对银行有信心 银行必须保持良好的状态 在每次人们来取款时都能保证 足够的流动性 本质上准备金率就是 监管者认为银行保持流动性 所需要的资金 这个银行的准备金率为71% 只要不超过71%的人 他们在一两年内不取款 只要这些货款 一货两年后 只要不超过71%的人们 前来银行取款 那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突然由于一个奇怪的原因 80%持有活期存款 或者银行票据的人 都来放回黄金 银行的黄金就会耗尽 从而发生拥挤 这样的几个明显的坏处 一是这些活期账户 突然冒出了那么多 因为现在银行没有足够的黄金 满足人们提取的需要 另外一个问题 人们会突然丧失对银行系统的信心 人们会认为这是银行金域之外的败叙其中 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安全 所以人们就会争相把钱拿出来 这就配称为拥挤的现象 在这个例子中 若假定这笔贷款值300黄金 很快就能得到偿还 而这笔贷款100黄金 同样很快得到偿还 银行就是有偿债能力 资产要多于负债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 他还能偿还所有债务 但如果所有人都来提款 不只要500黄金 而是600黄金 其实应该付700 如果他们只要600 突然之间所有人就会对银行丧失信息 如果人们取不出黄金 很可能马上取回自己的钱 所有负债就会马上到期 然后银行很可能会尝试 把这些贷款出售给其他人 或者存到别处续款 可能是大家想象的一场大混乱 银行经营所依赖的信息 会瞬间化为无有 无论如何最初的问题是 如何限制银行无限量的 通过创造贷款扩张 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限制是有准备金率限制的 无论规管者如何规划 好了 下次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